魔阵行转登峰造极 武捷箱110年度社区成果展以及基优志工的表扬活动 在成群村老人福利中心热闹登场 一开场就邀请了大吉社区妈妈们 带来精彩的鼓队表演 炒热气氛 武捷箱共有16个社区 在社区领事长以及干部志工共同努力经营之下 大多数的社区都已经健全的朝既定目标在发展 而社区的干部以及志工们无不牺牲奉献 努力的为社区居民以及长者奋斗不屑 精神值得赶佩 公所特别借由成果展展现各社区活力 以及优异的学习成果 也肯定28位基优志工们无怨无悔的付出 在这几年里面我们把社区的厨房 厕所 环境 我们这个共产的补助 做了很大的调整跟协助 所以让我们社区在整个环境里面 全部都向上提升 真正达到摩证行转 登峰造极这样子的理念 社区的这一个奇老老人的一些强心实坦的工作 跟我们志工的努力不断的要向前精进 不断的要向前迈进 关怀基点跟我们的藏心实坦 那我们的团体都有很好的表演 这都是要很多的建议 第一 五个人代表的所谓的代表 一直向共作这边提出建议 人家在发表的很难会 我们建议一定要专业来打退 我们的团体再可以来推行进步 长照永续 我们要跟我们下边未来长照 大家都在这儿 可以越做越好 让你的社区反而越来越健康 所以今天就有很多 这一天没有来 都会让我们提到地方来建议 这里有很多外地 五节相公所表示 今年度五节乡的三星社区 以及中星社区 有幸参与宜兰县 金卓越社区基效组的辅导 三星社区也荣获宜兰县政府 提到参加110年度 卫生福利部社区工作 金卓越社区基效组的选拔 而这次的成果展 也藉由参访县内各基优社区 经营的优点来调整 并且增强乡内各社区的体质 一旦新闻记者是世民财产报道